豪华联市长魏家彦不畏风雨 在26号的上午特别前往中华国小活动中心 来勉励137名参加这一次112年 花联县后辈旅教育召集的训练官兵弟兄 并且制赠了加菜金66000元 也预祝后辈弟兄在台风天能够平安圆满完成训练 每逢台风 豪雨或强震等天灾 总是能见到国军官兵与后辈弟兄习身奉献 任劳任怨协助恢复家园成为民众坚实的后盾 为了表达诚挚的关怀 花联市长魏家彦在26号上午 特别前往中华国小活动中心 卫免137名参与这次112年 花联县后辈旅教育召集训练的官兵弟兄 那在这边刚刚也自主也提到 也希望说我们今天受到 大概围起一个礼拜的教肇令的伙伴们 那大家辛苦了 大家都是国家的一个最坚实的一个部队 那适逢我们台风的这个期间 刚刚也请我们所有今天教育招举的伙伴们 也希望说大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那台风期间 如果真的有一些灾情 刚刚也提到 指挥官也提到 协助可能要维护我们道路 或是一些树木的部分 都还是要请后辈这边来协助 市长魏家彦也致证加菜净6万6千元 预祝后辈弟兄们在台风天能够平安圆满完成训练 大指挥官上校宋炳献也代表全体官兵感谢华联市的全力支持与相挺 也期望各位招援伙伴能秉持再因为良兵 再相为良民的信念 专心接受训练 一肩扛起宝箱 保家保产的总责大任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